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买菜回来,看到儿媳刘静坐在客厅沙发上, 正举着一只新手机,美美自拍。 妈,谢谢您给我买的礼物。 我想这款想很久了,可惜国内一直没货。 您是怎么买到的? 我心脏咯噔了一下,这才意识到刘静是误会了。 可能因为她恰好昨天过了生日, 所以看到我房间床头上放着的一部新手机, 理所当然以为这是我要送她的生日礼物。 但事实上,这部手机是我买给自己的。 退休后,我跟我们舞团的小姐妹学着玩某音,发视频。 他们建议我换一部好点的手机,高像素大容量的。 我心想着不如一步到位,要买就买个好的。 毕竟我高级教师退休多年,一个月一万多的退休金, 一步就手机用了快五年,也差不多该淘汰了。 于是我请求好姐妹,让她在国外工作的儿子给我代购了最新款的水果手机。 今早拿到手,我还没来得及拆装,就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 没想到一转眼回来,就被刘静拿住了。 她甚至连问都没问,就给我拆开了包装,导入了自己的ID账号, 还在手机背面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碎钻, 看得我真的是又心梗又三高。 我虽然有些不高兴, 但还是极力克制了情绪, 好言好语地跟她解释。 静静你误会了,这手机不是买给你的。 我说你昨天生日,我给你订了蛋糕, 又做了一桌子菜,还给你发了两千的红包,是不是? 我说让你自己买点喜欢的东西,就算是生日礼物了呀。 刘静愣了一下,肉眼可见的尴尬爬满了眼角眉梢。 她扯着嗓子反问我, 不是,妈,你,你不是给我的, 那你为什么一声不响放桌上? 我本来慢声细语的, 一听这话真的是来了火, 我明明是放在我自己的房间, 那你又为什么一声不响就擅自拆开呢? 刘静自知美理, 嗓音总算调小了几分倍, 嘀嘀咕咕道, 那我就是以为你买给我的吗? 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房间我的房间, 所以现在怎么办? 我拆都拆了, 磨也贴了。 说到这, 她眼珠咕噜一转, 狡黠的笑容浮上脸, 妈, 要不这样, 你看我都用了, 你也不好再拿去送人是不是? 这台就给我吧, 回头让周围给你转一千块钱。 我差点没气笑了, 我托人代购的新机, 国内还没上市呢。 国外售价一万三, 国内黄牛价都炒到小两万了。 她说给我一千, 我呵呵一笑, 随后从茶几上搜的一声抢回手机, 磨一丝, 格式化一点。 我说, 没事, 我不用送人, 这是我自己用的, 重新装就行。 你自己用? 那一刻, 刘静的眼睛里就像装进了一大把火苗, 蹭了一下, 整个人都差点从沙发上窜起来了。 你昏头了呀, 你都多大岁数了, 你凭什么用一万多的手机? 这话一说, 我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刘静你什么意思? 我凭什么就不能用一万多的手机? 我问你要钱了。 刘静见我态度如是, 更是气得脸都白了, 满大街都是几百块的老人机, 不够你挑花眼的。 你是没跟我要钱, 那周围的钱不是钱。 我老公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 你倒是花得大手大脚了。 我大手大脚。 我冷笑反驳, 刘静你说话讲点良心, 我一个月一万多的退休金, 我买个手机需要花周围的钱。 刘静双手插腰,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那你别跟周围要生活费啊。 我要生活费怎么了? 你们一家三口, 吃住都在我这, 给生活费难道不是天经地义。 他周围一个月象征性甩给我两千块, 你还觉得我占便宜了? 我见过会算账的。 倒还真没见过像刘静这样, 敢跟退休高中数学老师算糊涂账的。 我懒得跟他吵, 我说你要是真觉得你们吃亏了。 咱以后就分开过, 等周围回来干脆好好把话说清楚。 说完, 我拿着手机就要进房间。 你站住, 手机给我放下。 没想到刘静不依不饶, 竟然一把上前拦住我。 你不是要好好说道说道, 现在这手机算是家里的资产, 可不是谁买就是谁的。 你给我放下。 我理都没理他, 只用口型摆了个没教养, 推开他就要走。 毕竟, 我的身份和修养实在不允许我随便抱粗口。 然而, 我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 整个头皮就被刘静扯在手里, 仗着他年轻力大, 又豁得出去, 直接把我薅倒在沙发上。 你骂谁呢? 我他妈有爹有妈的, 我怎么就没教养了? 你这种死爹死妈死老公的, 巴占着儿子不放的老逼货才没教养。 还买手机, 还拍视频。 人家婆婆拿了生活费都想尽办法补贴给儿女孙子。 你倒好, 个臭不要脸的老妖精, 一天到晚穿得花枝招展地去网上拍片勾老头吗? 你说, 这些年你坑了周围多少钱? 真以为我不知道他背着我偷偷贴你。 你他妈今天要是不给我原原本本土出来, 别怪我弄死你个老逼货。 说实话,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刘静的本性。 这些年来, 我自认为这个婆婆做得并无可挑剔的地方。 儿子结婚我给出的首付, 给他买车备彩礼, 弄装修。 媳妇月子也是我尽心尽力在照顾, 一直把孙女带到七岁上小学。 原以为孩子大了, 我终于可以松口气, 让他们小夫妻自己去过日子, 我也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可一年多前, 刘静又觉得每个月三千房贷有压力, 于是干脆把婚房租了出去, 以租养带。 然后一家三口理所当然搬到我住的富士小楼, 美其名曰, 妈年纪大了, 住在一起方便照顾我。 我有苦难言, 但还是没忍心赶他们走。 虽然象征性地收了周围每月两千的生活费, 可事实上, 我从早到晚一日三餐买菜做饭, 一家四口光火食费, 一个月就要五千多, 还不包括水电煤费, 另外还要各种补贴小孙女的零食玩具客外班。 刘静人懒嘴甜, 占了便宜, 倒也会说好话。 所以人前人后, 大家甚至都觉得我们是一对难能和谐的婆媳。 有时候我想想, 老公去得早, 自己也就这么一个儿子, 吃点亏受点委屈忍就忍了。 当父母的能帮衬儿女总归尽心尽力, 哪有计较那么多的。 可就这一次, 仅仅是这一次, 因为我没有答应刘静的无理要求, 而是坚决主张了我自己的权利。 可结果呢? 刘静就像红了眼的泼妇一样, 一手抓着我的头发, 一手狂掐我的脖子, 一边骂, 一边骑胯在我身上。 我都六十多的人了, 一辈子教书育人, 从来都是以礼服人, 哪有动过手。 眼看着呼吸都要被掐绝了, 我本能抓起茶几上的手机盒, 照着刘静的脸颊打过去。 锋利的尖角撞到了她的额头, 瞬间出了一道血口。 刘静怪叫一声, 捂着额头翻下身, 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 杀人了, 杀人了。 楼上的儿童房里, 十岁的孙女正戴着耳机打游戏。 听到楼下的嘈杂声, 她登登跑下楼来, 请请你快跑, 你奶奶要杀人了, 快给你爸打电话呀。 刘静咆哮哭喊, 眼看妈妈吃了大亏, 情情像头暴怒的小狮子一样, 向我冲过来, 两只小手霹里啪啦, 往我身上打。 死老太婆, 你敢打我妈? 我让你打我妈? 十岁的女孩已经快长到一米四了, 又高又结实, 对付我一个瘦老太太简直绰绰有余。 我的脸上脖子上被她挠得到处是血痕, 可我却连还手的心力都没有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孩, 曾经是那么香香奶奶的一个小团子, 被我一手拉着大的。 她曾经那么依恋我这个奶奶, 可现在, 什么亲情, 什么恩情, 哪里比得上她妈买给她的电脑游戏, 有吸引力。 就在这时, 门开了, 我儿子周围回来了。 看到家里这一滩混乱狼藉, 捂着腰的我和捂着脑袋的刘静, 周围愣住, 然后先向着她老婆刘静走去。 周围你可回来了, 你妈要打死我呀, 刘静嚎啕震天。 孙女晴晴也跟着颠倒是非, 添油加醋, 爸爸, 奶奶发疯了。 是她先动手的, 我亲眼看到她把妈妈的头打破的。 刘静一把鼻涕一把泪, 不就是因为一个破手机吗? 我看到她买了个手机, 要一万多块。 我就说了几句, 老年人用这么新款的智能机, 性价比不高, 她就跟风了似的把我打成这样。 我扶着腰, 把自己撑直了, 目光定定地看着周围。 我已经不想跟这对白眼狼一样的母女两个理论了, 我只想看周围的态度。 妈, 周围这才走到我身边来, 其实, 静静说得也没错, 老年人没必要用这么贵的手机。 你每天出去跟阿姨们跳舞我不反对, 但你别被他们整天攀底的风气给毒害了。 我心彻底凉了, 甩手一巴掌, 打在周围的脸上, 滚, 带上你的老婆孩子, 滚出我家。 妈, 周围被我扇蒙了, 捂着脸, 目光祈求地看着我。 一旁流静可算是来了精神, 姓周的你看到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 你妈这老太太不简单, 自己不知道藏了多少心眼想着 给外面老头养儿子呢? 你还每个月乐颠颠地给他生活费? 冯淑于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我们走可以, 反正我们那套房子的租客 也是下个月到期。 但你得先把这几年的账算算清楚。 你跟周围要了多少钱, 你又坚守自道贪了多少生活费? 啊, 这么财大气粗的, 一万多手机说买就买, 我欠他们多少? 我看着一旁捂着脸 吱吱吱吱的周围, 冷笑道, 周围, 要不你来跟你媳妇说说。 周围顿时变了脸色, 赶紧又去拉流静的袖子, 老婆, 算了算了, 一时气头上, 都说了几句重话而已。 咱在妈这吃喝住, 给出去的钱不好要回去的。 与此同时, 周围一个镜跟我递眼色, 我当然明白, 她的意思是求我帮她兜着。 其实她被裁员已经半年了。 上千份简历投出去,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要35岁以上的。 她每天装模作样出去上班, 其实不是在面试, 就是在去面试的路上。 这半年多来, 所有的生活费, 衣食住行孩子的补习班课食费, 都是我在用自己的退休金和积蓄补贴。 就连儿媳妇上个月买卫生金, 花了周围的花呗亲密付, 都是我给还的。 可刘静到现在都还以为她老公 依然是那个年薪四十万的高级工程师呢? 听周围说算了, 刘静两眼一横, 甩手又是一个大耳光, 把她的另一侧脸也给扇肿了。 你脑子给驴踢了, 怎么就算了? 你赚那点钱是大水潮来的? 说算就算, 我告诉你冯淑瑜, 她转脸怒瞪着我, 你要想让我们走, 把这些年贪污的生活费都给我吐出来, 否则别怪我法院见, 我一拍桌子, 行啊留静, 既然要算, 咱们就算清楚, 接下来这一个月, 我每笔开销都会记账, 但如果算下来, 发现是我贴你们的, 你怎么说? 刘静哈哈狂笑, 你会贴我们? 做你个春秋大梦去吧, 冯淑瑜。 你要真给我们贴过钱, 我脑袋揪下来, 给你当球踢。 我冷笑, 我要你脑袋有什么用? 咱俩今天把协议签了, 保证书写了。 真要是算出来, 是我欠你的, 我赔你们十倍。 但如果算出来, 是你们欠我的, 我只要你们把我花的钱都还我, 然后我们两家从此各过各的, 不相往来。 怎么样? 你敢不敢? 我不敢我给你姓, 刘静一缕袖子, 情情, 去拿纸笔拿张纸, 白纸黑字咱们写清楚。 周围急了, 老婆你干什么呀, 都是一家人, 以后还要一起过日子的。 你闭嘴。 我和刘静一口同声, 写一写了, 字签了, 一是两份照抄一遍。 我说从明天开始, 我每一笔花销都会给你们入账。 同时, 我会尽快把这半年来所有的消费都列出来, 能拿出凭证的我已正服人, 拿不出凭证的我都当打发要饭的了。 说完, 我扶着腰, 砰的一声锁上房门。 那一刻, 我没有委屈, 也没有眼泪。 我只当生了块叉烧, 儿子媳妇孙女, 我都不要了。 第二天一早, 我照例起来弄早饭, 一大袋子吸豆浆, 一碟酱菜萝卜, 三个蒸红薯。 网桌上一摆, 我镜子去门外快递架上, 拿了麦当劳豪华单人早餐, 一边看跳舞视频, 一边吃得满嘴流香。 孙女晴晴醒来, 大吵大嚷, 说自己才不要吃这种猪饲料一样的早餐。 凭什么奶奶吃猪柳蛋饱炸薯饼? 我也要吃。 刘靖和周围看到这对比强烈的两份早餐, 脸色也比豆浆渣还难看。 尤其是刘靖, 恨不能在我身上贴满大字报来批斗, 你还说你没有坚守自导。 现在人赃俱祸了吧? 我冷笑一声, 刘靖你急什么? 说好了一笔记一笔的账。 我甩出小票和记账本, 让他睁大狗眼看清楚。 一斤豆浆一块五, 三个鸡蛋四块八, 三个红薯两块七。 萝卜酱菜我自己上礼拜烟的, 算我送你们的。 煤气灶火半小时, 我也不跟你们算了。 刘靖气得脸色铁青, 那凭什么你能吃麦当劳? 我双手一摊, 因为我退休金一万多呀, 还有养老保险每月返金一千六。 我吃四十块钱的豪华套餐, 怎么了? 我寄我自己的账, 又没动你们的生活费。 我说周围一个月给我两千, 那你们一家三口做饭, 平均一天七十不到一点, 早餐是不是得控制在十块钱以内? 豆浆,鸡蛋,红薯, 营养均衡又丰富, 我有糊弄你们。 讲道理我是没有在怕的, 可是有些人他就不是讲道理的人。 秦秦一把拍飞豆浆, 我不要吃这个, 我就要吃汉堡。 上礼拜我都吃到汉堡牛奶和咸蛋黄煎饼果子了, 凭什么今天只能吃猪食? 一听这话, 我拿起另一个记账本子, 没错, 你上礼拜吃的那些, 都是我自己贴的钱, 咱们正好一笔一笔慢慢算。 刘靖彻底怒了, 冯书与你有病啊, 就你有退休金, 我们周围一个月三万的月薪, 我们吃个麦当劳早餐怎么了? 不用你记账, 我让周围买。 周围, 去某团上下一单, 点秦秦最喜欢的。 我也不说话, 自顾自吃着, 看周围脸上的表情像开了绸缎铺似的, 青的红的紫的。 老婆, 其实我觉得咱妈说的也有道理, 而且这豆浆啊, 粗粮啊, 对身体也有好处。 滚吧你, 老娘有钱自己点, 刘靖一巴掌把周围推到一边, 我余光描过刘靖的手机页面。 呵呵, 花被支付。 早饭后, 刘靖送晴晴上学去了, 出门前习惯性地拉开冰箱门, 给晴晴拿了一个苹果, 一瓶酸奶, 还有一根奶酪棒。 我磕磕两升, 苹果八块六一斤, 酸奶五块七一瓶, 奶酪棒两块二一根, 我给自己买的。 刘靖咬牙切齿, 你还有完没完了? 给你亲孙女上学带点零食, 你算这么清楚? 我笑, 说好的个算个的。 就这就受不了了。 要么这样, 苹果给我咬一下, 酸奶给我喝一口, 奶酪棒给我吃一半。 我吃剩下的, 可以算我失给你的。 谁要吃你死老太婆的口水? 我不要, 我爸会给我零用钱的。 哼, 晴晴冲我狠狠吐了下舌头, 跟着刘靖出门去了。 母女俩走了, 周围才将我拉到一边。 妈, 昨天的事您不会当真了吧? 我冷笑, 都签字画压的, 为什么不? 周围急得直抓头皮。 妈, 我知道您心里委屈, 但靖靖她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的情况吗? 您多淡呆下, 等我找到工作了。 等你, 你都找了多久了? 我当妈的难道不了解自己的儿子? 高不成低不就, 但凡真有一点责任心, 能心安理得的当半年无业游民。 起先可能还偷偷简历, 最近两个月基本就是每天在网吧打游戏, 到点上机, 下班退机。 用着我的信用卡, 套现的借备花呗也需要我来还。 我让她跟刘靖说清楚, 她一百个不愿意, 说男人遇到点事, 不能什么都跟老婆说, 很没面子。 常言道, 面子光鲜了, 李子受罪, 她明明已经身无分文了, 却还要在妻儿面前摆阔, 一屁股饥荒。 理所应当, 是我这个当妈的来收拾呗。 周围我告诉你, 你家租客不是下个月到期吗? 你必须在搬走之前找到一份工作, 哪怕你去当保安送外卖。 因为这一次, 我是认真的了。 周围瞬间变了脸色, 妈, 你,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我以为, 昨天你跟静静只是一时激动, 吵几句而已。 没必要非得弄到老死不相往来啊。 而且明知道我现在有困难, 你还买这么贵的手机, 静静说你两句有什么错。 人家当父母的条件好的, 补贴补贴儿女不都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现在拿你一点, 又不白拿, 你就我一个儿子, 将来还不是要指望我。 我指望他, 拿上新手机, 背上包, 我冷笑一声, 直接甩门出去了。 我先去了趟银行, 把自己手里的一百多万积蓄 给重新梳理了一下。 一百万重新添了个三年理财, 雷打不动。 剩下的三十几万, 我直接提出来。 随后来到4S店, 挑了我心仪已久的一款, GV。 我早就想买辆车了, 跟小姐妹聚会一起出去玩, 有车很方便。 但刘静和周围都不赞同, 说家里已经有一辆了, 要去哪里让周围载我, 或者打车地铁都方便, 而且我都这个岁数了。 开车多危险。 而且, 晴晴的国际学习, 一年二十多万的学费, 光靠周围一个人的工资, 其实也还是有点拮据的。 所以, 我迟迟没感动这笔积蓄, 担心万一有意外状况, 至少不能亏了孩子读书的事。 可是现在, 我感谢他们, 让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销售人员起先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岁数的客人 定位成潜在客户, 但还是客客气气地帮我全方面讲解答疑。 结果一小时后, 我直接全款拍下来, 将合同签了。 把人家销售小伙子感动得差点没哭出来。 姨宁可真是个敞亮人, 这是给闺女做嫁妆, 还是给儿子娶媳妇啊? 我微微一笑, 都不是, 是我自己开。 我全权授权销售小李, 让他帮我所有的牌照保险跑一圈。 光小费, 我就给了人家两千。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应该为谁无条件付出和关照的, 只有亲妈。 可惜刘靖和周围从来不懂这个道理, 也不珍惜那个懂道理的亲妈。 回家一进门, 就赶上刘靖和周围吵得一塌糊涂。 盘子碗都砸了, 家里一片狼藉。 晴晴站在一旁, 直哭, 手里拿着一张什么通知书的东西, 周围坐在沙发上揪着头发。 脸色比基石都难看, 见我回来, 周围的眼睛就像遇到灯塔一样, 书地亮了一下。 妈, 怎么了这是? 我一边问, 一边赶紧放下手里的土豆辣椒和南瓜, 直接掏出本子开始登记。 水晶高脚背一对, 抬灯照一个, 印花骨瓷盘子两个, 刘靖的脸色顿时也变得很难看, 就这点破烂你野计, 真是穷不起了呀。 还说没拿钱出去养野男人。 我们周围一个月三万多块钱, 现在连孩子的下令营费都拿不出来, 你还说不是被你贪了? 我真是气笑了, 敢请你老公没钱用了, 就是被我拿去养野男人了。 正常人思路, 难道不是他自己拿去养野女人了吗? 妈, 周围彻底急了,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还嫌不够乱的吗? 我, 我天地良心, 我要是对不起, 静静我天打雷梯。 我心中一阵冷讽, 对不起老婆天打雷梯, 对不起老娘, 就理所当然是吧。 我指了指那一堆价值在三十元以内 伙食费的食材, 对刘靖道, 东西我给你们买了, 下厨的是我不管。 毕竟两千块是生活费, 又不是劳务费。 刘靖本来就气得一肚子火, 看到那些比脸还绿的食材, 更生气了, 你喂猪去吧。 我跟静静吃披萨, 行吧, 我双手一摊, 继续登记损失, 这可是我家, 砸了白砸吗? 妈, 周围细声细语地蹭到我身边, 将我拽回房间。 那个, 晴晴的夏令营费用, 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一点。 他画画比赛得了奖, 全年级就选了三个孩子, 去参加市里举办的艺术夏令营。 两周时间, 写生创作, 我看了通知简介, 还挺不错的。 晴晴很想去, 刘靖也赞同, 就是这个费用。 我眯着眼, 双手抱肩看着他, 费用怎么了? 周围摇头, 费用有点高, 要一万三。 我轻轻嗷了一声, 这倒是, 可是费用高不是人家活动的问题, 而是你的问题。 既然没钱, 那就算了吧。 周围拉住我, 妈, 你就帮我一下呀, 就当是你借我。 我答应你我肯定去找工作, 哪怕是跑外卖。 只是这一次, 我真的不想让晴晴伤心。 我双手一摊, 不好意思, 我现在真没有。 周围急了, 怎么可能啊, 一万多块钱你没有。 手机你都能说买就买, 我吃笑一声, 手机算什么? 我能说买, 就买的东西多了。 买手机有, 给你女儿花, 我就是没有。 周围气红了脸, 你。 就在这时, 客厅里突然传出 刘静高八度的吼叫, 周围你给我出来。 原来, 刘静看到了 我搁在餐桌上的购车合同, 瞬间炸了。 我慢条思理地过去收起来, 刘静, 你乱翻别人东西这个毛病最好改改, 否则以后出去很容易挨揍的。 刘静白眼一翻, 冯淑于你少跟我扯没用的。 这车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 你觉得怎么回事呗? 白纸黑字, 不认识啊。 我拿了我的积蓄, 三十万。 今天全款买的, 下礼拜提车。 周围一听, 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你买车了。 你不是说, 那三十万留着将来给晴晴上学用吗? 她一年二十万的国际学校费用。 我耸耸肩, 这不是分家了吗? 既然你媳妇口口声声说, 是我占了你们的便宜, 那我索性表个态。 刘静气的脸都白了,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让你平时省着点, 别总是自己大手大脚, 我还有错了。 这笔积蓄是你之前承诺过给晴晴的, 你凭什么拿去买车? 你给我退了? 我, 我承诺有协议吗? 我现在不想给她了, 不行吗? 冯书于你。 刘静直接就要冲我扑上来, 却被周围死死按住了。 静静, 别, 你先别这样, 妈。 要不, 静静要不, 还是咱们给妈道个歉吧。 道你妈? 刘静气得连抱粗口,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分家之后, 我死活不带来瞧这死老太婆一眼的。 将来, 你指望我跟你一起伺候。 做梦吧, 让她死在她自己的屎尿堆里去。 我也不弃脑, 继续坐在桌子前算我的小本账, 放心, 我用不着你们。 我有钱有房, 还怕没人管我。 倒是你, 结婚十年没工作, 将来连退休金都没有, 你真以为周围将来会管你。 她可是连亲妈都不管的人, 妈你也少说两句, 周围看看我, 落在购车合同上的目光, 也跟着冷了几分, 我最后问你一遍, 车你退不退? 情情地下令赢费, 你给不给? 我扣扣耳朵,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人老了。 周围咬牙切齿, 行, 就你这么自私的老人, 光想着自己享受的, 将来还指望儿孙孝顺。 有种就做这么绝, 我看你以后到老了仰仗谁, 不还是得回来求着我和静静。 而且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敢再婚, 必须先把这套房子过给我, 那可是由我爸的份。 说完, 他们一家三口出去吃披萨了。 提车那天, 小李全程陪着我, 陪着我试了一个多小时, 环城开了一圈。 我本来还有点担心自己的驾驶技术, 但小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他说他有时候会去他哥开的养老院去帮忙, 也见到过各种各样的老人。 渐渐地, 也悟出很多道理, 说人无论什么年纪什么境遇, 心态永远是最重要的。 只有为自己活, 才能活得精彩。 你哥是开养老院的? 我心里激灵了一下, 小李笑笑, 哦, 主要是做别的生意。 养老院只是个副业, 投点资, 赞助些, 算是回馈社会了。 我爸妈死得早, 就我和我哥两个人, 跟着我乃长大的。 小时候, 没少受街坊邻居照顾。 现在我哥有钱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吗? 我心下唏嘘, 小李啊, 那你能帮姨问问吗? 以以后养老, 肯定也想找个踏实的地方。 周围肯定是不指望了, 我早该给自己做打算的。 行, 您等我消息。 车溜了一圈开回家, 我下来的时候, 稍微费了点劲。 腰疼, 怎么了姨? 小李赶紧扶住我, 腰没事吧? 我摆摆手, 没事, 老毛病了。 我的腰在年轻时的一次意外里受了伤, 后来做下病, 前几天跟刘静大打出手, 又有点犯毛病。 小李帮我揉了两下, 咦, 我认识个老中医, 就在我哥的养老院里。 他祖传的配方特别灵, 谁有个腰肌老损老寒腿, 用上就好。 回头我给你带两副药送过来。 我连说谢谢, 原本以为只是客气的, 没想到小李这孩子真是实在。 第二天上午, 他真的上门给我送了一包中药材。 以你用用看效果怎么样, 还有养老院的事我给你问了, 因为名额有限嘛, 您这个岁数还有身体条件, 可能还, 呵呵了点。 不过名可以先抱着, 对可以先排起来。 我连连点头, 我说我明白, 我也没打算马上救助进去, 趁着现在能动能跑, 还想多享受下人生。 这个中药, 我翻了翻, 看样子也得不少成本。 我说小李呀, 东西不好白要你的, 以给你转个红包。 小李说什么都不收, 一针不用, 你这样搞得我像个卖保健品的骗子似的。 我心想, 其实就算他真是个骗子, 我也心甘情愿。 能干活, 能陪伴, 能提供情绪价值, 一口一个爹妈仪地叫着, 不比那些亲生的白眼狼强。 难怪为什么新闻里有那么多老年人, 宁愿把家产留给骗子, 我现在算是真明白了。 妈, 你干什么呢? 就在我和小李在门口拉扯的时候, 刘静从里面出来了。 看样子是刚睡完午觉, 一看到小李, 顿时警惕起来。 你干什么的? 给我妈送什么的? 小李很是尴尬, 不是, 姐, 我是冯怡买车的销售经理。 冯怡腰不好, 我给送两副自制的中药袋。 你就是忽悠我妈买车的混蛋啊。 刘静一听这话, 气不打一处来, 怒气冲冲跑下楼梯, 还送中药。 保健品呢? 下一步是不是该忽悠老太太卖房子了? 我就说, 这阵子家里的钱都拿去了, 原来你冯淑于一把老菜皮了, 还想吃嫩草呢? 你丢不丢人? 我历生呵斥, 刘静你会不会说人话? 少在这丢人现眼, 过不下去就赶紧搬走。 差十天半月的交房, 你们不会去住酒店吗? 刘静, 怎么了? 急了呀? 冯淑于, 我看你真是越来越糊涂, 自家儿子媳妇要算算清楚的, 外面的骗子一张口, 手机也买, 车也买,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这个骗子曝光, 还有你这个老不要脸的。 说着, 刘静一把扯住小李的领带, 将他生生拖出院子, 快来看呐, 街坊邻居都来看看, 这就是卖保健品的骗子。 你们心中最敬重的冯老师, 人到老了也免不了糊涂了呀。 都管好自己家的爹妈, 可别像我家的老糊涂一样, 家底儿都要被掏空了呀。 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冲上去跟他撕扯在一起, 刘静你有病吗? 赶紧把人放开, 你心疼了呀? 你儿子还是你孙子? 你也知道都是能当孙子辈的了, 不觉得自己恶心吗? 老树皮还想开花是吧? 刘静骂得简直不是人话, 小李被气急, 又因为护着我, 一巴掌将刘静推倒。 刘静再次坐在地上嚎啕不已, 街坊邻居围了一圈圈, 还有人报了警。 我,小李, 刘静还有情情, 不敢把他自己留在家, 所以也一并带着。 就这样, 我们四个人同时被带到警察局问话。 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后, 警察也是目瞪口呆。 所以, 你们这算家庭纠纷吗? 我想了想, 随后从手机里调出拍过协议的那张照片。 我说应该不算吧, 而且很快也就不算了。 警察大概明白了, 说接下来只要确认这位小李没有从事所谓的诈骗行为, 这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可以证明, 小李没有任何诱导和强迫的行为。 无论是买车还是其他, 都是我自愿的。 刘静气得跳脚, 你放屁。 没有诱导, 你会上他那买车。 你多大岁数了, 买三十多万的车你想上天啊。 那个手机是不是也是他忽悠你的? 警察一板脸, 刘静, 你讲话注意点分寸。 你婆婆是长辈, 而且谁规定老年人就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收入? 说实话, 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不讲道理的儿女太多了, 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骗子乘虚而入。 还有李承伟, 你有家属或者联系人能通知一下吗? 过来接受一下我们的常规问讯。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对不住小李。 然而他却通情达理地冲我摇摇头, 并意味深长地说, 咦, 你放心, 我之前都不知道你家是这个情况。 这我肯定得想办法让我哥给开个后门找院长给你安排个名额。 一旁的情情直拉刘静的衣角, 妈妈, 妈妈, 我有点饿了。 刘静搂着女儿, 再忍忍, 妈给你点个汉堡, 等会送过来。 我用余光描一眼刘静母女, 她正好也抬头看见我, 愿读的目光穿透力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 我走到刘静身边, 刘静, 昨天晚上我已经把账单算好了。 本来想着, 你们要是能相安太平, 我也没说一定要赶你们马上走。 既然现在大家没办法同意屋檐下过日子, 这个月还剩463块的生活费, 我转给你, 你们一家三口, 明天就搬走。 另外这些年, 我一共贴在你们身上79万多, 回头你跟周围商量, 是分期还是卖房? 听到我说79万这个数字, 刘静的眼珠直接蹦了出来, 冯书与你说多少? 79万, 你说日元还是韩元? 太珠? 你想钱想疯了吧? 我们周围一年40万年薪, 养个孩子还用你贴钱。 我告诉你冯书与, 这是在警察局, 你要讹诈我的话, 不挑地方吗? 我摆摆手,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 让我一笔笔都记得, 回去你自己看。 不放心你找律师, 找公正, 你要是能把周围叫来, 放在警察局来算也行。 说周围周围就到, 就在这时, 身后一声, 是刘女士外卖吗? 这里是警察局大厅, 外卖只能站在门口喊。 然后就看到刘静抬起头, 双眼瞪得葡萄大, 一身黄色骑手服, 手里拎着汉堡外卖袋的人, 不是周围是谁呢? 老公, 静, 静静, 怎么, 怎么是你点的? 爸爸, 晴晴也尖叫了起来, 你怎么在送外卖? 周围恨不能立刻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不是你听我解释, 刘静要不要听我管不着, 我这里算是有了点小小的欣慰。 我想周围最后竟然真的去送外卖了, 无外忽视真的意识到, 这一次, 我是真的不会再管他们了。 门外刘静周围吵得昏天暗地, 我和小李这边也迎来了他的保释人。 他哥哥看着四十多岁, 长得人高马大, 外头那辆大奔更是气派非常。 我赶紧上去跟人家道歉, 对不起李总, 都是我家里惹的麻烦, 冤枉了小李。 没想到那李总盯着我, 盯着盯着, 眼睛竟然红了。 你, 姓冯。 你是静海市山阳一高中的冯老师是不是? 我愣了一下, 点点头, 是, 是啊。 冯老师, 我是成军啊。 一米八几的男人顿时泪水纵横,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冯老师,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成军啊。 我看看身旁的小李, 李承伟, 又看看我身前的男人。 你真的是成军。 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冯老师, 您怎么在这儿了? 我找了您十多年了。 后来山阳一高中病掉了, 人家说您举家般省城了。 我, 我, 我赶紧拉起李承军。 捧着他满是泪水的脸。 承军, 你长大了, 真是认不出了。 印象中, 那个父母双亡, 拖着年幼弟弟的桀骜少年, 如今已经两病出霜了。 高二那年他奶奶病重, 家里再也负担不起他和弟弟两个人, 他一度决定辍学去打工。 我连夜追赶大巴车, 一路连跑带爹, 将他拦在了南下的火车站上。 而我的腰伤, 就是在那个晚上摔倒落下的。 我说, 承军你不能走, 你聪明又刻苦, 是个好苗子。 有困难老师帮你, 我们一定能共渡难关。 你听老师的话, 你要上大学, 只有上大学才会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 后来, 李承军果然没有令我失望, 以高分成绩被大城市的重点高校录取。 再后来, 我重新带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偶然一次听人说李承军现在出息了, 当大老板赚大钱了。 我只是欣慰笑笑, 没有过多关注过。 后来我被调往省城, 住在王夫家里早年留在这儿的一处老独楼里。 没想到竟然会因为买车而遇到李承军的弟弟, 李承伟。 哥, 这就是你说的冯老师。 李承伟的眼睛也红了, 拉着我的手始终不放。 冯老师, 要不是因为您就不会有我哥的今天? 当然也不会有我。 哥, 冯老师之前还跟我打听咱养老院的事呢。 养老院? 李承军瞬间明白了, 他一把将我拉过来, 拽着我来到门口, 去找斗鸡一样的周围和流静。 你就是冯老师的儿子媳妇。 我跟你们说, 以后你妈归我养了, 你们要是再敢骚扰她欺负她, 你试试看。 当天晚上, 在李承军和他的律师的注视下, 我把这些年来 所有贴在周围一家人身上的账单 一笔笔跟他们对起来。 第一便79万, 第二便83万, 第三便 还漏了两次课后班的加时费用。 刘静尖叫着铺在茶几上, 行了别算了, 别算了。 越算越多了, 他怕了。 周围脸色铁青, 妈, 你不会真的要我们还这笔钱吧? 我冷笑, 你问你媳妇呢? 白纸黑字, 协议是他要签的。 刘静见大事已去, 开始耍无赖了。 妈, 那这些钱, 当初也不是我们逼你花的不是。 你也是自愿给孩子买着买那的, 而且周围失业了, 你们都不告诉我, 是你自己愿意补贴他的, 我又不知道。 你现在要我们还回来, 法律上也会不支持的。 李成军的律师, 没有钱还没关系, 把这个签了。 这是一份遗产继承权的放弃声明。 因为我现在所住的两层小楼, 是我王夫留下的, 也就是周围他罢的。 今天李成军的律师也提示过我了, 这房子理论上是有周围的份额的。 如果把他逼急了, 他强行要求我卖房, 我也是很麻烦的。 现在这房子是值四百万, 周围享有约一半的一半继承权, 也就是一百万。 我说, 如果你签了这个声明, 从此不再主张这套房子, 我另外再给你三十万, 就当一口气买断了咱们的关系。 从此以后, 各过各地两不相干。 我说, 你们最好考虑清楚, 毕竟周围现在没工作, 你们自己的房贷还要还, 别搞到最后银行余期了, 一家三口可就真的要露宿街头了。 在儿子媳妇委屈的骂脸声中, 我们终于签下了双份协议。 周围气急败坏瞪着我, 你有种, 你有种就去找你的两个野儿子养老吧。 我告诉你, 你就是乱在家里, 我也不会去看你一眼的。 话音未落, 李承军甩手一个大耳光下去, 把他抽得跟陀螺似的。 听不懂人话吗? 我都跟你说了以后, 他是我妈, 你敢骂我妈? 找抽啊。 周围捂着嘴, 吱吱吾吾, 不敢放一个屁。 就这样, 他们一家三口, 当天就搬离了我的家。 那一刻, 我才感觉到冯淑于重获新生了。 后来没多久, 我就听说周围送外卖, 不小心撞断了一条腿。 刘靖哭着上门求了我好几次, 都是邻居说的, 因为我早就开着车自驾周游全国去了。 再后来, 刘靖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想要跟周围离婚。 周围不答应, 两人大打出手, 最后周围一时失手, 把刘靖的眼镜打瞎了一只。 两人对不公堂, 周围被判了三年半。 可怜晴晴也被亲妈抛下, 送到了福利院。 我偷偷去看过他两次, 象征性买几件新衣服、新课本。 他不知道是我, 只是木讷地揭在手里, 眼睛里早就没有了光。 午夜梦回的时候, 我也会伤心。 儿子被我养成这样, 我自己到底算不算罪过呢? 可能是因为丈夫过世得早, 太想把最好的爱和宠溺都给他。 总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可最后, 算了, 还是放过我自己吧。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有些人, 命中注定就是想不了多少福的。 有些缘分, 即便亲如母子, 也是有散尽的那一片。 我已经六十二了, 能享受的人生不多, 我要尽情肆意。 我应该是想要不够了。 ן往传终了。 那妈妈的回答应和评念。 我应该是理想要不够了,